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我們來看 安倍晉三他是 日本在位時間最久的首相 前前後他不是一次這麼久 他是上去又下來 上去又下來 好幾次 我們來看 他是1993年就當選眾議員 當時小鮮肉 確實有人說這個 長相相當俊俏 以這個日本人來說 確實是這個小生等級的 然後在2006年 首度出任首相 後來就因為一些醜聞 還有他身體的問題 所以他就離開 離開之後他2012年 捲土重來 然後就一直當選 一直連任直到2020年 所以他在日本的政壇 不論褒貶 但是絕對有他的地位的 他是日本憲政史上連續再生最久的首相 而且是平成時代以來 唯一兩度當首相的政治家 甚至一家一門三姐啦 包含外公還有外叔公 都當過日本的首相 他是他們整個家族的第三個首相 那當然現在 安倍離開了 過去他的形象是非常鮮明的 我想線上很多台灣的朋友 中國大陸的朋友 對安倍是絕對不陌生 尤其是他卸任之後 各位 我們看他卸任之後的動作 說法 態度 那更能夠去推斷 在他離開之後 對於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首先我們看 會不會影響這個參議院的選情 有人認為安倍遇刺之後 應該會引起更多 人民對選舉的關注 可能會讓更多民眾 願意投給自民黨 這就是剛剛亮哥說的 我看自民黨更好選了 那另外呢 復旦大選的 這個學者也提到說 選民早就考慮成熟 所以他認為 安倍遇刺的選舉的影響 結果有限 但是自民黨可能會贏得一些同情分 另外 黨派的戰略佈局 你要知道 安倍遇刺 對日本的保守勢力 就是極右派 是重大打擊 當然是一個大頭 是一個精神人 精神領袖 也是實質領袖 那作為溫田派的岸田文雄 因為上來之後 必須承襲安倍 所以他好像比安倍更幼 那安倍現在離開了 所以岸田文雄之後 會不會稍微更走回他原本的路線 這個 不要被這個保守勢力 給綁架或羈絆呢 另外呢 在上海國際問題 日本研究中心 的這個主任也說 安倍的因素沒有了 今後岸田在修憲 戰略甚至核武議題上 跟安倍鼓吹核共用 其實可能就會出現 明顯的差異了 簡單來說 未來的日本 會不會 不再這麼的仇衷 清美是肯定的啦 會不會不要那麼仇衷 其實在安倍 離開之後是可以觀察的 那另外包含了經濟上的影響 包含了修憲案 能不能繼續推動 這也都值得大家來關注 不過我們要關心的 還是在整個國際上的部分 畢竟啊 安倍是最有台的日本首相 我們來回顧 這個他過去的言行太多了 我們就講最近就好 在這個2021年12月他說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就剛剛老師提到的 等於是美日同盟有事 習近平絕對不要誤判 甚至在2月27號也再提一次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麼在今年3月的時候呢 跟蔡依依視訊 也提到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然後還說今年7月底渴望放台 現在對台灣來說 當然就是失去了一位 重要的國際盟友支持嘛 那另外對中國的關係呢 其實岸田文雄長期受安倍的制約 此前種種的對華強硬立場 都是在按照安倍的路線走的 那未來會不會不同 其實跟上面我們提到的 大同小異 那當然國際之間也關心 會不會加劇所謂地緣政治的風險 那像這個也是中國大陸這邊也提到 日本政界的重組 會對包括中日關係美日關係 甚至日本北約的關係 都產生影響 尤其外交意想力 在美國想像印度歐洲 透過日本延續的時候 其實這跟上面提到的 中日關係一樣 中日關係一旦不同了 當然美日美歐或歐日的關係 也會有所不同 那還有日本的問題專家說 右翼勢力可能會藉此事件來大作文章 搞不好 反而讓右翼的勢力更加壯大 所以今天安倍是極右翼的一位 有實力的日本政治領袖 他的離開 我們簡而言之兩種可能 第一個 讓極右翼的勢力受到影響 因為頭不見啦 群龍無首啊 那這一些所謂安倍派的議員 八九十位 會不會各自投靠不同山頭 那這個極右翼勢力 有沒有可能被淡化 進而改善中日關係 要不然就是 因為安倍出事了 極右翼更加團結 甚至勢力更加壯大 然後繼續主導 甚至更加強力的 影響日本的政治走向 那就是更加從中 更加反中 讓極右翼主導整個日本 在這個世代 甚至下個世代的潮流 這都值得國際 甚至台灣 包含中國大陸 要好好觀察 老師 我覺得 就是說這個安倍的這個事情 雖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剛剛主持人講到的那個問題 意思就是說未來 他會發生多大的這個影響力 甚至包括這個極右派 是不是會受到一些什麼樣的鼓舞 我倒覺得說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而最重要的是誰 是美國的態度嘛 當然是 美國看到了這個情況以後 你要看看他拜登 他現在跟中國的關係 到底怎麼樣 然後呢 從這個大的架構裡面 來確認到底你日本 你應該站在什麼樣的地位 所以我說這個安倍的這個事情 大概過一陣子 可能就慢慢慢慢就 就淡化了 就是說他的影響並不會存在太久 我覺得不會存在太久 我覺得不會存在太久 雖然他現在是親和會的這個會長 那可是呢 我是覺得他們日本人的這種 團結 團結的這個向心力啊 是非常強的 那你說 我說你現在不在了 那不在了 我當然我會推一個另外的 一個這個可能的 這個這個領導人出來 然後這個領導人要看誰呢 他是要看美國嘛 那當然除了看美國以外 當然就是要看中國的態度 那這個才是最主要的影響 日本現在他的 各方面政策走向著這個重心 那如果我們 如果日本未來這個新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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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袖人物出現 一樣是聽美國的 那路線就完全不會有所跟動了 我覺得跟動的不會太大嘛 因為你這個首相啊 什麼你檯面上的人物都沒有變嘛 那他只是說應該可以說 不能說是完全是二軍 大概是1.5軍啊 意思就是說你跟首相 你跟這個閣員 你的關係這麼親密 然後呢 你們可以相互呼應 然後我替你講 你不能講的話 我替你做你不能做的事 那當然他還是有相當大的 這個影響力的 這個是絕對 絕對不成問題的 那只是說 現在因為他本來他就不在位 那所以說他要找一個這個 替代的人選 應該也不是那麼樣的困難 當然我們現在也看不出來 到底是誰 誰可能出來 對 現在沒有辦法 可是呢我是覺得說 他這個在目前的這個情況下 要找一個來替代他的 我覺得馬上就會 因為就出現了 很快就出現了 然後出現了以後呢 就慢慢慢慢又恢復正常了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那就是看 因為拜登現在的這個態度啊 他對北京對習近平 我倒覺得說他開始慢慢好像有一些 這個想要妥協的這種姿態表現出來了 他雖然你看譬如說什麼Ring Pack 雖然什麼這個G7啊 還有這個北約啊什麼的 你這個態勢擺得很厲害啊 對不對 那可是呢 你現在你真正碰到事情了 你還會不會有這種態勢出來 我是打了一個大問號啊 你譬如說你Ring Pack 什麼2萬6千人 多好幾個國家 26個國家參與 20幾個國家參加 那你這種情況是 因為現在是不是打仗嘛 你這個只是一個演習嘛 等到你真正有事情了 真正要打仗的時候 真正有事情來了 那你看看是不是還會有這種態勢 還有沒有20個國家 那就很難說 那你有的話 那你當然你北京 你一定會先做工作嘛 我會讓你這些譬如說什麼 東協的國家啊 或說是其他的國家 那我讓你先給你一點甜頭啦 或是先跟你做點工作 你像譬如說現在北京 他買了這個空吧 買了這個幾百架 那你這樣子一弄的話 那你現在那邊的這個情況 是不是還會完全站在美國 在美國這邊 尤其現在他們跟美國之間 就是為了這個空吧的這個事情 他們也開始 歐美之間 歐美之間 也是有一些現在這個問題出來 那所以說呢 真正碰到事情了以後 你們這些國家 那你是不是還是會有這種態度 尤其你歐洲國家那麼遙遠 那你真正要把你的軍力 要你的影響力要過來 那這邊 這些情況是老早的 沒那麼容易 就已經決定了嘛 來 曾瑜 剛才主持人講了 這個右派有兩種發展的趨勢 要不就是掛 要不就是更強 一個弱 唐老師又講了一出大格局的變化 美國的變化 又影響到日本的變化 我提出第四種可能 你想想看 假定安倍跟這個現在這個首相 岸田文章 兩個都是強人的話 台灣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可以參考 當初蔣經國是不是強人 有絕對的這個控制權 當然 李登輝後來看是不是強人 可是李登輝前面看不是強人 李登輝前面微微弱弱 那李登輝接班的時候 我是蔣經國的學生 我一定按照他的路線走 對不對 你國民黨想搞這個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 我還加碼成立國統綱領 對不對 然後這個過渡期一過 雲翼以風 真面目立馬露出 這個不是 你有你的這個 我要創造我個人的 對不對 這個歷史上的定位 所以他會變的 所以他有可能變的就是說 第一個 日本經濟不好 美國跟中國大陸中間都有變化 這個時候他也可以玩兩手 所以我們把這個觀察時間 拉長一點看 現在他還是在 依循前面的路線走 對 他要不要表現他自己的風格 要不要找出他自己的歷史定位 所以你時間拉長一點看 不一定了 就是 張經理說 在安倍這個離開之後 表現出來的案情文雄 不見得是以後的那個案情文雄 他是會變的 沒有一定的 我完全理解了 我現在不可能大變動 不可能安倍一走立刻就 哎呀我們不要這個不要那個 你去否定他 就不可能 你現在否定安倍 你就是自覺墳墓 登輝先生的作為就知道了 這個 張君舉到這個例子就很清楚了 旺旺水神 他是微酸性電子次律酸水跟病毒細菌 作用之後呢 他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磁席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 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 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